新北市单日确诊数再降新低 20号来到44例 分别落在板桥13例 中和10例 三重6例 土城5例 新店3例 新庄 卢州各2例 五谷 树林跟金山都有一例 昨天新北市民3367人 到我们的社区筛检站筛检 找到了4个阳性率0.1 市长侯友宜认为 数字仅是参考 现阶段目标 并非放在单日10例以下 力求解封 而是透过广筛 找出更多社区隐形传播链 才能达到真正的社区清零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到 新北市的社区筛检站 它是一个前哨的监测站 我就可以把隐形传播链个案找到 绝大部分都是无症状 确诊者极多 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观察值 目前新北市已动员警证 卫证跟民证系统 全面启动快全准 精准疫调 让病毒无法继续蔓延 关于疫苗接种后不幸死亡案件 新北市代增4例 累积至今共17件 其中三位住在养护中心 一位在接种战施打 四人都有慢性病 相关死因人带厘清 若经过中央疫苗 接种委员会审议后 确认跟施打疫苗有关 将会有相关补偿 原始新闻 新北市采访报导 好了 来看到是